我愛你 祝福你 謝謝 很辛苦 應該的 媽媽責任 當時知道龍鳳胎的心很開心 很難得 但是突然間早產 六個半月就出生了 一出生之後有很多問題 有腦積水、抽筋 對於我來說 突然間我又墮入深淵 就好像晴天霹靂一樣 醫生提議 找一些政府機構幫我照顧一個 我自己就再照顧一個 我自己的心就是這樣想的 生得出來就要照顧它 是我的責任 我會想說 耀宗的病情相對嚴重 是中度治障人士 沒有辦法治理 終身都要坐輪椅 今年二月感染肺炎病逝 那次複診醫生說 阿耀宗的植柱屈折彎很嚴重 那個肺就很弱 正常人就入百分之百的氧氣 但是他只能夠入到五十 要很小心照顧他 萬一有肺炎 隨時都取了他的命 小弟離開後 其實我自己都很難守 很辛苦 收拾一些物品 看著照片 我就哭了 他就走到我 他就抱著我的肩膀 我都知道你很傷心 我們大家一起抱著 深呼吸 是不是這樣 哭完就會好 舒服一點 其實我想我應該照顧女兒 現在輪到女兒來照顧我 我又覺得很感動 心就更加有力氣 繼續走來往後的每一步 嘉君曾經是校納的運動健將 手術之後服用女固醇等等的藥物 令到他身形暴障 他出生之後做了很多次手術 2014年那次 一個月內就開了四次腦 醫生就說了 今次做這個手術 其實風險是很高的 以前是條道館落福康 今次是經大動脈流露 心臟那裡 機會是一半一半 如果是發作 有可能因為心衰竭 而引致很多病發症 訪問當日 嘉君加了女固醇的份量 讓她可以重拾羽毛球拍 知道子女的身體不好 Witty為她們每一個成長階段 影相留念 2017年 她們在願望成真基金的安排之下 一家三口第一次搭飛機 去東京迪士尼樂園玩 是第一次 亦是最後一次 至於嘉君的心願 她就說 我很想去聖誕 跟誰去 跟媽媽 跟她去拍照 我的願望 希望女兒健健康康 看到她這樣 我自己也很有鬥志 其實我也很想這條路 一起走下去